好,教招到底是在幹嘛呢? 來告訴大家,教招其實就是為了讓曾經當過兵的軍員重溫作戰模式 一般來說,參加教招的人,公司需要給予工價 再加上教招期間,軍方也會需要給一天最高800元的津貼 其實這待遇並不算差 但是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要躲教招呢? 到底教招期間都在幹嘛?訓練課程又是什麼? 真的有很操嗎?趕緊帶大家了解 有它的必要性,不能說完全沒有必要 不過看在外人眼裡當然就是說去那邊沒有事做 好像真的很無聊,也是真的很無聊沒有錯 一語道出教招生活的感受 這位林先生才剛結束教招 到底教招這五到七天都在幹嘛? 裝彈!預備放! 看開訓練時間表,早上五點半起床 晚上九點四十分就請 其中上課時間就佔了九個半小時 不外乎看看影片擦擦步槍 有時候比較嚴謹才會到堡壘重溫作戰地形 譬如說重回軍營的人懶散 這些課程看在已經被我的後輩軍人眼中 大部分的人就是不想再碰 長官會說你們來這幾天就是 一些基本要求還是會有 不過不會像以前真正當新兵的時候這麼嚴苛 雖然不如當兵時嚴苛 甚至教招的五到七天中 一天最高還有八百塊錢可以領 但還是有人逃教招漏洞 當天應該死到要有九十幾個人 可是只有報到六十幾個人而已 你可以想像那個比例有多高 大家都出國了 對啊,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 用這個合法的漏洞來躲避教招 請假這部分的東西我覺得 國安部可能必須有所堅持 讓你在課程上的制定 可以更為細膩更為專業 或強調專業的分工 因為國防部祭出鐵腕 要來防堵借出國躲教招的漏袭 也讓教招檢討聲浪再起 怎麼不流於形勢 又更能發揮日後緊急狀況時因應 這標比防堵來得更重要 環運新聞 胡仁奇 蔡季林 台北報導